哈喽 各位好 我是阿圆 我已經拿到中綱的股東會通知單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股 他送的贈品是什麼 然後要領取的地方在哪裡 那阿圆一樣 把要注意的地方會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看下去吧 好 一樣 假設你要親自出席的話 就是在這一張 這邊有寫 貴股東如親自出席請填寫次連 勿填寫背面的委託書 一樣他這邊有提醒你 那這一次呢 中綱是開在6月16號的禮拜五 會舉行股東場會 那一樣這邊你會出席的話 你就在這邊簽名或蓋帳的部分 一樣就可以領取股東紀念品 好 我們翻到背面 這次的股東會紀念品是這個 3Q 3Q 好 一樣 他這次的股東會紀念品領取須知 在這邊 他秀的蠻大的字 股東會紀念品 他這邊寫了一個3Q 有看到 然後他說這次他委託的是 凱基證券的部分 凱基在這裡 凱基證券的部分 擔任這次股東會的受託代理人 所以他假如說這次可以領取的話 然後就是從這裡 5月14到6月1號 然後於開會通知書的正本 然後第五年的部分 有一個簽名蓋章 這邊用委託人的方式 然後就 然後委託前訴受託代理人出席本次的股東會 一樣 他意思是指什麼 他說你持股1000股以上的股東 他就可以換一個股東會紀念品 一樣在這邊 那可以去換的地方在這裡 有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台東市 嘉義 台南 屏東 高雄 這幾個地方一樣 這邊都有寫時間跟地點 還有電話都有寫的 然後這邊有跟你講 未滿1000股的可以委託 但不發放紀念品 也就是你在這邊 他沒有辦法給你紀念品 那要怎麼辦呢 這邊有寫 未滿1000股的可以參加電子投票 或股東會親自出席股東會 方可領取股東會紀念品 也就是用什麼 你這邊要去找 來這邊採用電子方式行指表決權的 這邊5月17到6月13上完成功 一定要投票成功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零股的話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5月17到6月13上完投票成功 且無重複委託的不限股數 他可以在什麼 6月26到6月28 你會在出席通知書身份文件列印 這個東西 全閱折一 然後可以自 本公司的股物代理機構 去領取紀念品 那領取的 在這邊 那不限股數的 就親自出席的部分 他一樣 就反正6月16 當天去就可以拿了 大概在這邊 比較有問題的是領股 這領股的部分的話 今年不曉得 越來越沒有買過領股 所以 這部分的話 你們真的要去問 第一個是 股物代理公司 第二個是 長榮會議 或者是全通 全通事務所 去問一下說 專門辦領股的有沒有 他們有沒有知道說 專門辦領股的 看怎麼處理 這一次的那個 中綱的部分 所以阿淵一樣會帶著這一張 這一張 然後一樣 就到那個長榮 或全通事務所 因為我剛剛有打電話 有一張的話 就1000股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委託他們 一張是收20元的費用 20元的處理費 其實也蠻划算的 20元而已 就給他們處理 所以 整張的 買整張的 買一張的 其實比較好處理 賣領股 真的有時候 遇到這種狀況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就 來看一下 這邊委託書 他剛剛講的第五連 就是這個 一樣簽名簽在這裡 看一下 委託人股東 這裡 然後簽名蓋帳 在這邊 一樣簽好之後 就可以直接到我剛剛講的 長榮 或者是長榮會議 或者是全通事務所 直接去找他們 請他們幫忙代換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阿圓到時候 我再拿到東西 再分享給大家 那就這樣 掰掰 哈囉各位好 我是阿圓 一樣 我同步收到的 那個 普風 普風會 那個 股東會的通知書 那我們一樣 來看一下 有什麼要注意的 我一併可 告訴你 好 普風這邊的話 這一次一樣 送他的 那個 肌肉鬆一包 那一樣 他說 你假如說 要委託代理出席 領取紀念品的話 一樣就是1000股以上 那就5月15到6月9號 去那個 徵求地點的話 去辦理 就可以領取紀念品了 那 這邊徵求場所 就是要看 這個什麼 政機會的網站 還有 綜合信託的 銀行代理網站 一般我印象中 這邊他還有另外一寫 他 寧股的部分的話 就是不發紀念品 他是沒有辦法領取紀念品的 除非你採用的是 紀念品會在當天會議結束前 就是現場 現場股東會的話 還有 然後另外一個 電子投票的股東 領取紀念方式 這部分都有寫到 他這邊就寫什麼 5月16到6月12 完成電子投票 然後 帶著身份證 然後在股東會上 再請之出席去領取 或者是到6月19到6月21 到那個中國信託 台北市的中正區 懷寧街這邊領取 一樣這部分的話 其實靈谷的部分 還是可以洽詢那個 全通或者是長榮的部分 可以問他們一下 這靈谷的部分怎麼處理 那這邊開會通知這邊有提到 基本上他就是在南崗工業區那邊 然後假設你要親自出席 是在這一張 這邊也會寫 親自出席是在這裡 親自出席的簽名處 然後一樣到這邊 他的公司是在南頭的南崗工業區那邊去出席 就好一樣 時間是在6月15號 10點的部分 那在這邊一樣 領取紀念品就在這邊簽名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翻開來看一下 看看 因為他浦峰比較 浦峰我已經領過第二次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浦峰他因為他每次都是委託這一間 用風金 但是他在台北 所以一樣我都是透過那個 全通事務 或者是長榮會議去幫我帶領 大概付20元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買的是 浦峰的部分 浦峰的部分的話 你委託的部分 在第三點這邊有看到 他有一個委託人的部分 這邊委託股東阿浦峰這邊簽名蓋 這樣就行了 然後一樣可以交給那個 全通或者是長榮 他就可以幫你帶領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就先這樣囉 等拿到再分享給大家看 大概長這樣 掰掰 我是阿淵 我一樣來到那個 全通的事務所這邊 換那個 要去請他委託幫我換那個 風跟中鋼的紀念品 這樣 那現在看到可以換的就是中信金 中信金要5張 財心金要3張 全創要5張 開發金也要5張 真的多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他這邊都有寫出來說 大概要換 要獻幾股可以換 這邊都有寫清楚 所以我說來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要進去換一下那個 請他們那個幫我換一下 古風跟那個中鋼 要委託他們 那像他們 如果古風委託他們的話 他就會簽這一張齁 這一張部分 那一樣收20塊錢 那請他們幫我帶領 然後到時候一樣 股東會後的一個禮拜會來 就6月22就會來 大概是這樣 領取的方式都是這樣 那就這樣 掰掰